始終這個內湖交通這一題沒有準備好 這種京劇式的發言啊 早晚會露出皮肉啊 那個馬腳會跑出來 市長逼市民來交 不是啊 你現在不是一般的市民 你是市長的參選人 你可以大膽承認說 我沒有證件啊 我就是市民啊 但我選上市長我再來想證件 有這種無賴的做法 內湖交通是真的在上下班的時候 哇 真的 我不開玩笑 真的很擠 很塞 柯文哲說內湖交通沒救了 如果覺得沒救就換人來做 柯文哲就說 你搞清楚再選市長嘛 你選市長再去蒐集問題這個 這個是台語是不是 夾囉 好 OK 繞來繞去 不要繞來繞去 結果沒想到 黃珊珊也講了說 看半天你也沒提出解決方法 不要用口水戰 做事比較重要 就陳時中就講說 你怎麼會來找我問問題呢 我是市民而已啊 要不然那麼市長換我來當 我再來想怎麼做問題 陳時中這個內湖交通這一題沒有準備好 很明顯看得出來他在上專訪之前 對於這一題其實是沒有太多研究的 那我覺得這一題對很多台北市的參選人 台北市長的參選人 或者是內湖區的議員 內湖南港議員來說 這一題應該是基本題 畢考題啦 就畢考題嘛 對 很明顯看得出來他完全沒有準備好 但是他總是用他那個你知道他講那 這種垃圾化的這種精神 先丟一句標題給你 然後媒體就會寫 你有看到他準備了哪一題嗎 知道他沒有準備任何一題嗎 他說他沒有任何證件 沒有具體的內容 對啊 他從來沒有提過 他的證件就是台北停滯了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從他在當部長的時候 跟指揮官的時候其實就蠻常這樣 他就是丟一個東西告訴你說 接下來要開始做這個 然後沒有具體方案 其實從一直以來 你可以看到陳時中從宣布參選之後 他常常在丟一些所謂媒體上的一些金句啊 或者是這種大家所喜歡的這種標題 總是會有一些爆炸式的論點 但你很難看到他對於台北市未來想像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陳時中 這個常常在媒體上面用他這種金句式的發言 早晚會露出紙漏啊 那個馬腳會跑出來 對啊 這個你看 哪有市民逼市長逼市民來交 不是啊 你現在不是一般的市民 你是市長的參選人 你是提政見 然後你說 你可以大膽承認說 我沒有政見 我就是市民啊 但是 然後等我選上市長 我再來想政見 有這種無賴的做法 我也是覺得蠻 而且這個 這一件事情還是你自己開的頭 你自己去跟人家柯文哲叫板 然後結果說 那你拿出來 你也沒有東西啊 你也沒有東西啊 你也沒有東西啊